不要问我肝冻在哪买的了 今天来教你们做 先准备好食材 两位主子在监工 肝冻牛奶王里的 我最喜欢 用榨汁机做肝冻 牛奶要到多一点 弄成这种 新一点的才好入模具 分好它两一周的食量 一周内吃完就行了 接下来是给小狗做风容玩具 准备好这些玩意 先在肉泥里放些中药 纯天然的玩意真地不错 快空瓶了 趁打折吞了好多酸奶 担心酸奶过期才有了今天的视频 姜黄粉都给狗吃空瓶了 姜黄这东西 真的好容易染色烦得很 肉泥往里面使劲塞 我就喜欢这种 开口比较大的风容玩具 空的口太小了 皮肩吃得满地都是口水 各种花里胡哨的零食水果 放上去装饰 接下来做我最喜欢的 蜂蜜罐罐 都是一样的步骤 随便加点水果上去 真的很可爱 西法这个洞 每次都得找东西填着 五颜六色的 真的好像幼儿园做手工 每个玩具都加上 富含花金素的蓝莓树脉 躺着玩手机快下的时候 就做点宠物零食风龙打发时间 主打的就是 我和狗一起消耗时间精力 什么水果都来点 有种做披萨的感觉 来点冻干零食丰富一下内热 五菌带也来一颗 还有刚刚做好的干豆 打工告成 我看着都有点馋 放冰箱冷冻一下午 冻好后直接可以吃了 我皮姐已经馋到不行了 馋到开始原地起跳了 每次做完蜂龙玩具 再看皮姐刚看 真的很满 渣男呢 主打的就是一个斯文人圣 长这么大 就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 反观皮姐 就好像我每天只给她 喂三肋狗粮次的 五分钟不吃饭 就得饿死的感觉 没吃饱的渣男 还望想从皮姐压缝里 找到点漏网之余